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下周就会在英尼诺英州举行 州长普里茨克在16号表示 已经做好了准备 普里茨克表示 下周就会有将近5万人 会从全美和世界各地 都来到英尼诺英州的首府芝加哥 以参加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事必也能够促进芝加哥的经济发展 并且能够向外界展示芝加哥的美丽 谈到将会在这一次的会议上 正式获得美主党总统候选人 提名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普里茨克就表示 他相信哈里斯能够成为 美国首位的女总统 并且能够让整个国家 都能够为之一阵 本届的美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将于本月的19号至22号 在芝加哥的联合中心球馆举行 芝加哥政府早前表示 安保工作已经部署到位 在会议期间也会关闭 在联合中心球馆附近的街道 在订阅中心球馆举行 优优独播剧场也会